通車好幾年的台鐵新烏日站 直到去年站體才完成驗收 大廳打造成台鐵商店街 不過接連颱風和豪雨來襲 嶄新的大廳居然是四處漏水 車站人員在大廳放滿了水桶和紙箱 就是為了接著漏水 民眾認為這實在是太離譜了 因為整個車站和高鐵共購 花了17億的經費 沒想到卻是嚴重漏水 車站人員說 這是因為車站是鋼骨結構 可能是因為接風處有問題 將會請包商趕緊補牆 這位爸爸帶著女兒進到車站大廳 手一直緊緊牽著 因為沒有想到車站大廳裡 到處濕搭搭 對 怕滑倒 因為小朋友其實在這種空曠的地方 可能都會跑起來 對 所以如果有濕的地方的話 我們可能會要特別注意一下 家長不敢讓小朋友趴趴躁 進出站的旅客還得繞來繞去 因為滿地都是漏水 還擺滿接水的桶子和箱子 大廳穿堂 收票砸門前 到處滴滴搭搭 漏水的地方實在太多 還得先用糖果罐先頂著接水 接不到水了 只得放上警告牌 就是滿危險的啊 然後常常就是雨一大 一大就是看很多那個 小心地滑的那個板子一堆這樣 看起來每輪每換的台鐵新屋日戰大廳 擺上好幾個桶子接漏水 看起來實在不太搭調 店家也擔心生意受影響 這座新屋日戰通車好幾年 不過卻是去年才整個完工 花了17億的預算 不僅和高鐵共購 還打造成商店街 不過接連兩個颱風 加上幾天的豪大雨考驗 就是這樣的漏水情況 讓民眾看了也直搖頭 建方解釋 因為鋼股結構的屋頂 可能出現縫隙 因此下雨就產生漏水 到現在還在保護旗內 將會請廠商趕緊補強 只是民眾認為 公共工程在經過風雨之後 就狀況擺出 工程和驗收的品質 都受到很大的質疑 記者林健身 賴仕傑 台中報導